大家好,我是葛亮 今天跟我的读者朋友们 就是介绍我的一本新书 一本长篇小说 叫做《北渊》 《北渊》这本书 写了差不多七年的时间 对我来说 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实际上他的书名 托泰与曹雪芹先生的一本著作 《非一斋即稿》 这个章节里面 他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这个冤 或者说这个风筝是怎么样 笔之书画无其雅 而方之弃物无其用 叶辞者虽见太平 这句话来说 对我而言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启发 就是说 其实风筝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它笔之于所谓的 这个登与大塔之堂的这种艺术形式 它可能是个取自于民间的 被边缘化的东西 这一点成为我写作 这个小说的一个切口 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历史 我们总是觉得 一个历史的建构 是有所谓的这个大叙事 或者说是一些所谓的雄魂的 来自于庙堂的东西构成的 但其实我觉得历史的真的精神 其实是来自于民间 就像风筝一样 一方面 你会觉得它随风势而动 但同时 其实你也可以感觉到 风筝是有自己一个主心骨所在的 它有它非常独到的一个主观选择 我觉得这个对于当下人 也许会是一个启发 写民国这件事对我而言 实际上是带有一个个人感情在里面的 特别是中间我写到 有一些是跟我有亲人关系的 这样的一些故事的原型 或者说是历史人物 也许是我的这种表达 增加了一层温度 这本树里面的主线实际上是我的外公 他的出生是一个资本家 在他的这个幼年到少年的成长时期 随他的这个姨父姨母 在这个天津的就是直立杜瓣衙门里面成长 他的姨父呢 是当时的直立神长 处于谱 军阀阶层呢 也在这个时期呢 从一个最繁盛的时候 最鼎盛的时候 突然之间发生了聚落 所以我的外公呢 实际上是对这段时期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者 也在他很小的时候 已经非常清晰地体会到了 所谓的这种时代的这种跌宕 我在这本书里面 表达了一个历史的观念 就是说一个人怎样和时代相处之间的一个问题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民国 叫做自由置性 不拘一格 这句话概括了那个时代 赋予人的一种最大的 发现自己 去探索自己的可能性 对我而言 实际上他吸引人之处 就在这不拘一格四个字 这四个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直接概括了 当时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个基本的轮廓 比方说知识分子阶层 在了民国时期 它出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分化 因为在科举废治之后 知识分子这样的一条 叫所谓的 这个学而优则式的这条路径 实际上被剪断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不同的这个知识分子 他面对自己内心的这个取向 开始有一个个人化的选择 比方说其中有一个画家 叫吴清芳 大家称他一个轻颖画家 就是说他其实很少去应酬 很少去跟人来往 但是在民国已降的时候 他开始在民间设障教学 实际上担当的是 所谓的公众知识分子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还有一类情况 就写到这么的一个人 他的原型叫孟养轩 是当时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实业家 前向益的创办人 他的特别之处就是说 他本来是一个亚生的后代 但他放弃了所谓的 传统的知识分子的 这样一个路径 选择以实业的这种情形 去实现我自己的一种人生理想 因为我远可兼济 尽可独善 就是实际上 他的这种空间的维度 也许比我单纯 做一个知识分子来说 可能会更加地扩大 所以就这点而来说 我觉得民国 他的时代本身在动荡 社会格局 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 可能给不同的人 造成了一些压力和挑战 但同时也是一个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期 在这种情形之下 个体和时代之间关系 是相互成全的 在谦卑的骨头里 也流淌了江河 实际上这一句话 是对这个小说 比较精道的一个评价 可能很多人 他未必是一个 在这个时代上 站在风口浪尖上 纵横败河的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历史人物 但他同时实际上 也见证了这个时代的 所谓的鼎盛繁华之没落 而在这段时期内 实际上他也经历了 人生的挑战跟苦痛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选择的 不是和这个时代之间的 一种相互之间的 一种抗衡和砥砺的关系 反而是用一种 更包容更为温和的 一种心态 去对待他所面临的 这种时代 实际上是一种握手言和 一种和解的关系 每个人内心 只有他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并且能够包容和宽容别人的话 用一种良性的 这种力量的介入 这个时代 谦卑就是这个意思 和时代和解也就是这个意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